歡迎回來 東南亞疫情有惡化的跡象 全球被動元件生產的主要據點馬來西亞 封城管制一再延長 這導致供應鏈交貨不順 生產也被迫中斷 而臺灣的國具華新科 有機會迎接這波轉單商機 東南亞當地Delta變種病毒讓疫情急劇擴大 馬來西亞6月實施至今的全面封行動管制令還沒解除 菲律賓封城也宣布延長到8月22號 通緝全球被動元件生產供應 尤其馬來西亞式被動元件重要據點 日本春田 太陽右電 美國威視 臺灣望全都有設廠 供應鏈透露近期車用晶片電阻元件交貨期間 從16到18週大幅延長到整整半年 美國電阻龍頭威視首開漲價第一槍 大漲爆價10%到20% 日本電阻龍頭KOA近期也調高財務預測 東奈亞生產受阻臺灣疫情相對平穩 生產不受影響也接貨這波轉單商機 尤其國際市全球晶片電阻龍頭 市占34%是這波大缺貨最大受惠對象 國內華新科車用MLCC也出現供貨吃緊 營運渴望進步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 中國大陸也出現Delta病毒多點爆發 可能進一步衝擊被動遠間供應鏈 目前看起來整個疫情在大陸這邊的一個狀況 還不是很明朗 確實Delta病毒的一個傳染力相當的強 會不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傳染的速度開始增溫 又傳出在這一次的秋冬之際 臺灣網通設備大廠 智邦 中壘 明太等業者 上半年營收創新高 不過滿手訂單卻也面對缺料 零組件漲價挑戰 導致毛利率表現不如預期 疫情蔓延 零組件成本上揚現象 可能是後續產業界不容忽視課題 新唐人電視成為我們什麼同臺灣台北報導